欢迎收看这句要风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 《爱与怪物》 在一颗小行星飞向地球准备撞击时 人类团结一致用火箭导弹把它消灭了 你以为这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吗 这只是一个不幸的开始 小行星爆炸后 制造火箭的化学物质散落世界各地 受到辐射的冷血动物全部变成了怪物 地球95%的人类相继死亡 剩下的人类为了躲避怪物的猎杀 躲进了各种各样的地堡里 男主在地底住了七年 还没看见怪物就能吓得全身哆嗦 名副其实都若即 男主有个很要好的女友艾米 可惜在末日来临时 男主和艾米分别跟着父母逃跑 两人从此分隔两地 七年里男主对艾米日思夜想 恨不得当初跟着他一起走 住在地下显然阻止不了怪物的入侵 男主老巢差点被掀翻 受到如此巨大的刺激 男主不想孤独余生 决定去找女友艾米 艾米的营地里男主大约有85英里 意味着男主需要在地面走最少七天 这对于从没杀过一只怪物的男主来说 简直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被爱冲坤头脑的男主不顾同伴竹子 带着一些干粮 一板炉和几根剑 开始了说走就走的冒险 地面上阳光明媚 除了到处废墟外 看着还挺安全 至少没有一爬出地面碰见怪物 男主误闯了一只大型石肉蛤蟆的地盘 差点就成了点心 幸好被一只勇猛的狗救了 狗子的主人大概已经被怪物吃掉了 独自待在一辆废车里 两只诞生狗就这样结伴同行 男主突然掉进了一个洞里 里面藏着一堆攻击性极强的虫子 就在男主被虫子围攻的时候 看上去超牛的怪物杀手米诺克莱德出现 救了男主还炸掉了虫子窝 男主跟着他们一起走的时候 发现之前攻击他的蛤蟆怪还在寻着气味 一直萎缠而来 三人一狗横穿森林 经验丰富的克莱德把男主的衬衫 挂在巨石窝牛身上 用了比荷蛤蟆怪 果然一高人胆大 普通人看见这么大的蜗牛 估计不是吓破胆 就是恶心的吐个没完 米诺告诉男主 其实怪物也有温和的 看眼睛可以辨别出来 米诺和克莱德教了男主很多生存技能 提高他的战斗力 告诉他各种怪物的特点 同行的路很短 到了分别的时刻 米诺和克莱德要向北走到雪山 而男主需要继续向西 去爱米的海滩营地 男主遇到的第一只怪物居然是大型蜈蚣 事实证明米诺是多么英明神武 他把男主训练成了一位射手 一见就射中了蜈蚣怪的头 揪下了狗子 害怕得两眼泪汪汪的男主也因此充满了自信 再一次证明克莱德的怪物警报有多重要 居然让男主遇上了极度危险的蜂后 那只把土地当天空的恐怖怪物 机智的男主用一只玩具把蜂后拧开 然后疯狂逃命 就在他们差点难从蜂后那雪盆大口旁逃脱时 狗子居然为了前主人的围巾跑到了河边 男主又一次为了救狗子 把炸弹丢到了蜂后的嘴里 把蜂后炸了个稀碎 经鉴定 这一人一狗是护坑的猪队友 没毛病 男主掉进水里被鼻涕种咬伤 毒素让他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就在他以为要死的时候 居然倒在了有抗毒血清的植物旁边 再次捡回了一条小命 晕倒的时候还被艾米他们发现 带回了营地 果然有主角光环的人到哪都死不了 营地里一片和谐气氛轻松 一个自称船长的男人是老大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好人 但男主却发现船长欺骗了大家 就在男主告诉艾米真相时 被船长的同学打晕绑了起来 原来船长让营地的人帮他们收集水 食物药品 然后带着各种物资 寻找下一个帮他们收集的营地 剩下来的老人自然没用了 船长用电控制一只螃蟹怪 企图把他们都解决掉 就在男主和螃蟹怪互殴的时候 发现了螃蟹怪眼睛里的泪水 他想起了敏诺对他说的话 用枪打断了螃蟹怪身上通电的铁链 重获自由的螃蟹怪 船头就把船长一火拳给吞了 为爱而来的男主没有和艾米在一起 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聚集地 通过无线电 鼓励所有幸存营地的人 重新走出地面改变世界 米诺尔克莱德简直就是男主的救世主 要不是遇到他们 估计男主早就成了怪物的副中餐 欢迎关注订阅这就要疯 下一期解读那些你没看过的电影